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日常的眼妝 左邊的是已經畫好的部分 右邊是還沒有上妝的眼睛 然後有興趣就繼續看下去吧 首先使用Etude House的眼影盤 沾取淺粉色 上在眼皮 然後呢做打底的動作 下眼皮也可以打底 然後這樣子比較不容易 就是肌線或者是暈妝 接著沾粉棕色 然後呢上在眼褶跟眼尾 加強那個陰影 這樣子看起來比較立體 不會眼睛腫腫的感覺 接著使用粉色的眼影 因為光線的關係可能看不太出來 但是它其實是粉色的 對 然後上在整個眼褶的部分 讓你的眼睛會有一點點在眨眼的時候 會出現粉色的感覺 我覺得氣色會比較好 接著使用Misha的眼影 像在眼尾的三分之一處 七字的部分 就是眼睛上 眼皮上的一個七字 跟眼角下的七字 都要上加強眼尾 然後眼睛會有拉長的效果 然後眼睛會有拉長的效果 接著使用Maybelline的小禮服 眼影盤 沾取它的淺粉色 做眼頭的打亮 其實也不算是打亮 就是提亮你的眼睛 讓你的眼睛前半段會比較有光澤感 我很喜歡這一盤的那個燭光 就是很細緻很漂亮 不會有顆粒感 接著使用BR的眼線膠筆 畫在眼睫毛根部 因為我是單眼皮 所以比較不用害怕 就是畫太粗 就是因為眼睛打開就看不到 所以如果雙眼皮的人 可能就要注意 就是稍微把眼皮翻起來 接著用棉花棒 把眼尾的部分 就是拉到你想要的樣子 就是弄乾淨 然後再用剛剛前面畫Misha的那一隻刷子 用魚粉 將你的眼線稍微的勻開 不要那麼死的一條線 就是柔和一點 用魚粉 也會有一點點漸層的效果 也會有一點點漸層的效果 接著換下眼線的部分 眼頭開始先畫一點點 不要太重 要不然眼妝看起來很濃 然後呢 眼頭 畫三分之一 眼尾也畫三分之一 就是眼球下方不要畫 這樣子才不會覺得眼妝太重 或者是 就是覺得你的眼睛 整個被包覆的感覺 其實會有縮小的效果 然後呢 一樣用剛剛畫Misha的那一隻刷子 再把你的眼線暈開 才不會就是死似的一條線 然後如果你覺得就是 不太夠的話 可以用棉花棒稍微整理一下 才不會看起來像是 已經 暈妝的樣子 接著呢 再用剛剛的 暈染刷沾 粉紅色 把那個 眼線蓋掉的部分 稍微強調一下 再用最一開始的大的 暈染刷 把整個眼睛刷過一遍 然後把線條揉合 最後沾它的 亮色 來打亮臥腸跟眼頭 這樣子眼睛會更有放大的效果 就是看起來比較可愛一點點 然後用 用 Shisado的睫毛夾 把你的睫毛夾得翹翹的 然後多夾幾次就會越來越翹 因為其實 就是 就是 是 睫毛可以累積 夾出那個翹度 然後用 Kiss Me的睫毛膏 刷呀刷呀刷的 把它刷的翹一點 然後因為我不喜歡就是 眼睫毛就是結成一塊 所以我會把多餘的睫毛膏就是刮掉 然後就是刷的稍稍的 感覺比較自然 然後下睫毛也要記得刷 就是 因為我下睫毛很少 所以就是稍微的刷過就好了 然後最後可以用 那個棉花棒整理一下 把多餘的睫毛膏弄乾淨 眼妝就完成啦 非常的簡單 沒有什麼技巧 好 好以上就是我今天的眼妝分享 然後呢 希望大家還喜歡 如果呢 有任何問題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然後 最近買了 新的 眼影 然後呢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然後我也會做 眼妝的分享 對 好 那就這樣 掰掰